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做寶寶的副食品 蒸蛋黃 那我們準備的食材就很簡單 首先就是一顆蛋 還有60cc的水 因為我們現在要蒸蛋黃 所以我們就要準備一個可以過濾的容器 然後我們就把分子的蛋黃倒到水裡面 攪拌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過濾 我們等一下就用這個碗下去蒸 蒸的時候呢 就是電鍋裡面你先放一個碗 之後你再把剛剛我們過濾完的這些濾液 這蛋黃液的這個容器呢 把它放到這個碗的裡面 你還要再用一個組這個蓋子 把它上面就是稍稍的蓋起來 把它留一點點空隙 好 我們這個濾液的這個裡面外面這個碗呢 我們放的是半杯的水 它至於外鍋的部分呢 放的是一杯的水 電鍋的外蓋我們就跟筷子插著保留縫隙 接著我們就把開關往下扳 好 現在電鍋已經跳起來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蒸蛋黃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我們完成了完美的蒸蛋黃 就是看起來像這種蒸蛋呢 因為寶寶也可以只能吃蛋黃 可是直接吃蛋黃 所以就怕說會不會就是 比較乾啊什麼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像這樣子的蒸蛋 然後讓它吃進去的時候比較 好入口 那大家如果有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訂閱喔 以及觀看下一部我推薦給你的影片 掰掰